當時如果OK之後的話,當然我們下載資料就會更加彈性 那最後其實你也可以在旁邊再增加一個按鈕 比如像剛剛是開放資料的 那我們等於是多增加一個另外一個 等於是下載那個這個什麼外匯 參考匯率查詢 好 那一樣就是再加一個按鈕 你會在這邊直接可以去做一個查詢的動作 但是他有個缺點就是說 你變成每一次都要修改那個時間很麻煩 所以最好是可以呢 讓使用者去填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得到的是 8月到9月好了 8月9月 8月1號到9月30號 兩個月份的資料 那當然最好是說類似像這樣 我們剛剛的程式是點下去之後 可以給一個輸入的一個地方 那我最簡單的方法其實是用那個 VPA裡面的那個叫Input Box Input Box它會跳出一個訊息提示 反正你就輸入那個提示 然後它會有個文字方塊讓你填 你就把這個文字方塊填到這邊來 比如說記得喔 填的時候不要填錯 而且日期記得一定要有斜線 8月1號 OK 那因為我們這邊假設將來寫沒有房呆的話 那可能會出錯啦 比較容易出錯 所以輸入是要小心 除非說你自己要寫房呆 比如說它輸入的假設不是日期的話 那可能就要跳一些警告 不然的話它會出現錯誤 然後我們現在先沒有房呆 你可以看到向下填滿 對沒錯 那完了之後的話 一樣你可以把那個折線圖給繪製出來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圖會被干擾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 按鈕後面的設定按右鍵 物件格式裡面要確定它的大小位置 一定要改成不隨儲存的改變 不然的話它可能會因為資料重新整理之後 那會按鈕 剛剛有幾個會變動 那可能我是沒設定到這個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 位置固定 然後全部折線圖再跑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8月到9月呈現 就是一直上漲的趨勢等等的 那歐元的話是一直下跌 那美元對日幣的話也是上漲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 快速的把資料 就是說呢給條件 那如果要給條件當然方法很多啦 那其中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一個叫Input Box的一個方法 直接加在這個開頭的地方 所以我就直接在這個剛剛的程式上方 多增加一個X變數 然後取得什麼 取得Input Box 然後請輸入開始日期 冒號 那他就會跳一個請輸 那他要填 填那個2022的8月1號 那他那個字串就會被存在X 然後再存在Y 那如果我要把資料放在這個剛剛的查詢 參數後面的話 那記得要串接啦 串接方法也是一樣的 本來是2022的 比如說10月1號 假設這樣 那我要串在中間嘛 方法跟之前一樣 把它選起來之後 那我們直接什麼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X ok 那這樣的話呢 X就過來 那Y的話呢 就把它串在後面 那因為 剛好那個日期 這個日期的話呢 這個日期部分的話 剛好他在尾巴 本來2022的11月30 假設這樣 然後我要把Y串到後面 因為他剛好這個字串 剛好在尾巴 所以我直接delete掉之後 在雙號外面 空一格加一個andY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好處就是說呢 你將來在輸入條件的時候 其實用input box 真的是最省事的 空白 最省事的 那當然你想想說 老師那這個好像有點不太美觀 那如果你要美觀的話 當然你可以什麼 自己在利用那個什麼 按右鍵 專案總管按右鍵 這邊有插入那個 這個自訂 自訂表單 但你也可以自己畫個表單 不過畫個表單其實又複雜了啦 所以 如果你不想要太複雜 而且也可以取得你要的資料 那用這個方法應該是最簡單的 OK 另外的話如果你要防呆 可能要自己寫 不過如果你假設自己寫 你又怕很麻煩的話 其實我建議各位 可以試試看用一個叫什麼 Application 因為我印象中之前有看過 Application 點 它裡面也有input box 如果你有加那個application 跟沒有加application的話 其實它跳出來大小會不太一樣 但是呢 application.input box 跟input box最大的差別 也就是也沒有防呆 也就是說我看一下 按F1 我印象中之前有用過 它比input box又增加幾個 就是說 如果你在參數裡面 假如說你給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它可以指定說 它xy其實這座標都可以放 它可以指定它要放哪裡 然後title要敘述 這個prong就是我們要給的訊息 然後寬跟高說明文件沒有 另外的話還有就類型 它這個好像多了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type 如果type冒號等於 如果你假設 你只能夠輸入數字的話 你可以等於1 文字的話等於2 可是這裡好像沒有沒有多日期 如果有日期的話 那就更好 那4的話是true force 所以這個顯然好像也沒有太多的 所以可能如果你假設 要確定說它是不是日期 可能自己還要再寫一下方呆 目前我們是沒有寫方呆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利用那個input box 或者是application.input box 其實如果是這個 你執行 它長得會不太一樣 那多出來的就是說 它能不能判斷說 是不是輸入文字呢 還是輸入那個數字 那日期好像也不行 所以這個好像沒什麼優勢 所以這個順便提一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先試試看